今天跟大家录一个视频 因为最近有一些人教我说也想录这个坑 然后甚至还有人说想装职全职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然后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做 对于 对于 对我应该这么说 就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然后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的看法和一些实际的情况 然后大家自己再去判断这个事情到底对于自己来说合不合适 能不能去做 这个朋友是从T8里面加的我 然后那天是聊了一下 大家可以简单的可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一些对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是像你一穷二白的你凭什么 自己问一下自己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能成功能能挣钱那么多那么多花了钱 投了钱进去然后各种操作的一顿操作猛如狗 然后然后干嘛干嘛的都都没有说 说这样操作了就能挣到好多钱 然后就能挣到钱 自己想一下你凭什么能能挣到钱 你凭什么一来然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你一个小白你一个也不愿意投钱去买广告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能能挣钱 为什么能把能把它做起来 所以大家要去想一下这个问题 跟大家实际的说一下我的情况 然后大家对照跟自己对照参照一下 看一下自己的情况能不能去做这一块 我的话怕我的话现在是全职在做这个事情 说实话我店铺的盈利情况的话 一直都是很普通的 就是甚至还有点点低 因为你前期的话你要投入一些钱去起步嘛 对吧刷当也好啊 然后你低价卖也好啊 你得先把这个出单 出了单你那个流量就会来 然后你出越多的单流量就会来的越多 最后最后稳定 所以前期一直都是在在亏损状态 然后后面就稍微的慢慢的会变好 因为你那个亏损的是利润款嘛 基本上是在赔钱再卖 然后稍微的有流量之后 就会有一些利润款 就价格可能稍微的会有一些利润 价格稍微的会更高一点点 偏高一点点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那么多个月 我也没有真的说那个挣钱 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月七八百块钱 这个样子 对我说的是是我总共的店 我总共那么那几个店 加起来的钱 为什么我现在是还能做下去呢 因为因为怕我还有其他的收入 比如说我之前在搞代贴当啊 然后还有帮别人入住啊 入住我会我会收个服务费嘛 对吧 我会收个五十块钱的服务费 帮别人去去搞搞这个事情 然后我还会还有一个公众号 也能有一点点收入 然后还有我帮别人解视频 都是一些收入 所以勉强勉强的话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钱的 但是如果我当纯的去做这件事情 去去当纯的去搞搞虾皮 那就是做虾皮 我觉得情况会更好一点点 你全职做跟跟跟坚职做 肯定是两回事嘛 对吧 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进去 然后跟你跟你这里做一下 那里做一下这个样子 肯定不是一回事 但是情况能好到哪里去呢 这个收入能不能让你有一个 就是正常上班的收入呢 或者预期的能看到一个增长性的 就是未来 我们不说眼前啊 你可能眼前你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可能三个月后 六个月后 可能你就稍微地达到了一个工作的 那个收入的水平 但是这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行不行 我觉得是很难的 这钱是没有那么好整的 如果随便 随便一个没有经验的人 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多钱去投入 去砸砸进去的人 我觉得是很难 很难把这个店铺做起来的 你说你愿意学 使劲的去学 但是 但是 这个事情都是有一个有一个概率性的 所以我建议就是想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而且又想入坑的人 第一个不要去全职做 不要去全职做 你有一份稳大的工作 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然后再 兼职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 可以虾皮啊淘宝啊 拼入多啊 这些都可以一起做 做上 那不影响的 很多你就是 你就是有 有 有 呃 正职 你副业 你就稍微会减少一点的时间 但是你可以去投入进行的 你可以先去试试水 你可以自己去先去感觉一下 你感觉 这个 这个东西确实 确实能给自己有一个增长 然后你就能去放下工作 然后去全职去做这个了 我觉得这样的选择 才是比较一个稳妥的选择 如果自己没有经过一些调查 然后又没有做的时间比较长的 这些前辈啊 或者大佬啊 朋友这些人给你一些意见 然后你听到 看到晚上说 啊这个很厉害 这个能挣钱 然后就 入坑了 我觉得这个样子 你十有八九 基本上就是等于会失败 真的 奉劝大家一句 嗯 投资须谨慎啊